美国发展模式和北约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像解体前的苏联 就不断地扩张扩张扩张 扩张到最后不是被敌人打败是被自己打败 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可以走着看 立体看世界底线想问题 大家好我是李伟 北约要继续东扩 准备一直扩到亚洲来 然后美国又要退群 退哪个群呢 说要退G20群 然后中国是什么呢 中国是躺着也中枪 所以中国有句话呢 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我们不管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只要中国人的生活好了 祖国强大了 这就是别的一些国家 嫉妒和生气的原因 这也是他们居然仇恨我们的原因 产生巨大的压力 这关他们什么事啊 这是非常奇怪的事 而且他开会呢 还特别邀请了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参加 这跟你那个欧洲北约有啥关系 北约原来是防止这个华夏特约组织 跟他对抗的两个军事组织 你现在就根本从你往亚洲扩张的这个势头来干 你根本不是防御 而是个侵略性的组织 扩张性的组织 根本不是防御 因为你邀请日本去干什么 邀请韩国去干什么 这很明显是冲着中国来的 而且他公开秘书长就说 我们要警惕中国 下一次的挑战就来自中国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北约还授权让捷克向乌克兰提供 大量的输制坦克和装甲车 直接装了火车公开宣示 你看我已经装火车了 大家看地图就知道了 捷克和斯洛伐克一路火车通过去 就到了乌克兰了 那么就送到乌克兰去 那么一听这个话 北约有东扩的意思 马上乌克兰的总统高兴了 乌克兰的总统说 那你既然东扩 那我也参加 我还愿意参加北约 只要你们认真的对待我 别拿我开玩笑 但是北约并没有说要叫 乌克兰进来 你现在那么紧张 我干嘛惹这麻烦 但是我给你武器 但是呢 北约公开说 我们愿意欢迎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 就像瑞典芬兰这两个 斯堪迪纳维亚国家呢 它都是中立国 尤其是芬兰呢 它跟俄罗斯有千丝万里的关系呢 说一直保持中立 那么现在呢 北约公开向他们招收橄榄枝 那么意思是冲谁来呢 就是冲着俄罗斯来 这是想起普京的一句话 普京曾经说过 其实美国的发展模式 和北约的发展模式 越来越像解体前的苏联 就不断的扩张扩张扩张 扩张到最后 不是被敌人打败 是被自己打败 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走着看 但是呢 这个过程呢 非常要引人警惕 你看美国 现在呢 他们又开始向台湾出售军火 最近呢 拜登又批了他上任以来的 第三批对台湾出售的军火 这回是9500万美元 然后呢 捷克把坦克用的乌克兰 然后美国现在要准备 彻底冻结俄罗斯的外汇储备 最少有3000亿美元 几乎是俄罗斯整个外汇储备的一半 永久不能用了 这就让人要考虑的问题 反正俄罗斯压力很大 你说中国呢 这回是一直保持中立啊 保持劝和的一个友好的态度 但就这种态度呢 引起他们的不高兴 因为没有站在他们一边 但是他们从来也没有站在中国一边 到今天为止 他们还是站在分裂中国台湾的那边 大家不要忘了这一点 所以有时候啊 你怎么客气也没用的 这都是一些豺狼虎豹 你就看美国国会 中国又躺得中枪了 美国国会国防部长上去做一个听证会 结果国会一个众议院的共和党的议员呢 就跟国防部长吵起来了 因为国防部嘛 现在是民主党执政 那么共和党就批评他 批评他什么呢 美国的国防大学 居然请了一个法国人 去讲社会主义好 讲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怎么回事 其实他就是要了解对手的情况 结果被这个共和党的议员大骂 说你们啊 国防部你们居然是拥护社会主义 这个国防部长说我们不能是集体一种认识啊 你们必须要立体客观的看这个事情啊 那我并不是说是拥护社会主义 但我们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 尤其是中国什么社会主义 啊你这有无社会主义 啊你这人都搓的 两人吵的不亦乐乎 居然成为当地的一个大清闻 所以中国怎么都得中乡 所以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尤其那些认为美国肯定会对中国好的人 你彻底死了心 不可能 只要中国强大 就是个对他们来讲是个不好的消息 现在又有人搞动作了 要在联党开会投票 要求把这个俄罗斯驱逐出联大的人权委员会 同时呢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啊 他说现在印尼组织的G20会议啊 我们不参加 如果有俄罗斯参加我们就不参加 我清楚的告诉你们啊 如果那个会场有俄罗斯人我就走了 我不参加 美国要退出G20 他说的不太清楚 是彻底不参加呢 还是到了会场发现现场有俄罗斯人 他就不参加 我没说清楚 但这是耶伦老太太是公开说的 因为美国提出要把俄罗斯剃除G20 但是不可能的嘛 因为这回主席国是印尼 印尼说不会的 我不会动这个 现在耶伦就开始给这个印尼施加压力 不仅他施加压力 美国的公司也开始 像这个Google这些搜索网站 已经把所有俄罗斯的官方媒体全部删掉 你到那个Google上查不到了 俄罗斯的这个官方媒体 全世界就想听美国的声音 不想听俄罗斯的声音 我不管你俄罗斯怎么说都不行 但是呢这回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注意到没有国务委员和后任的以色列的总理 现在的外长通电话 为什么通电话呢 因为在这个俄乌冲突中 以色列印度土耳其还有像保加利亚 这些国家居然跟中国的态度是一样的 都是愿意劝和 甚至包括薛安利也是这样 那塞尔维亚就更别说了 对沙特来讲呢 他是完全不关心这个事 沙特是一点都不掺和 连劝和都懒得劝 但你注意到以色列印度土耳其沙特 还有巴基斯坦这些国家 他的地区的重要性是越来越清楚的 所以呢中国是跟很多愿意和平的国家和民族 是站在一起的 而那些好斗的人 那是不符合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习俗 但是别忘了 我们不惹人 但也不怕别人惹我们 尽管我们在那躺着 也被中枪 这个事情对我们是个极大的教训 谢谢大家关注